证照考试题目 那题目当然你书本里面也有啦 只是说那个书蛮重的 如果你没带的话 或者你可以看书 要不然的话 你可以看那个我们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那个题目 在python3的那个 云端白板的python3考试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类 那总共会有五类嘛 所以理论上我们会以那个双数题为主 然后单数题的话 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来不及的话 就给各位当那个客户练习题 那单数题部分的话 那个你们的书里面也有 那个题本里面 那概念都差不多啦 单双数题 那总共的话 在一类的话会有十题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102题部分 102的话 我理论上 那个将来考试 双数题的几率会比较高 单数题的话也是有 但是几率好像相对的是比较少一点 OK 所以我们就先做双数吧 那首先的话 当然里面 大概题目会有 大概就是第一个一定是有个说明 说明什么呢 它其实是要做这些什么事情 其实就是输入浮点数 然后特别是浮点数 所以浮点的话 就是小数点的意思 应该有概念 然后呢 进行格式化 格式化有印象吗 format 有没有 前面我们用到一个format的函数哦 那format的话 关键就是那个大瓜 有没有 大瓜里面的话呢 冒号 如果你要小数点第几位的话 那你就点 第二位点2f 有没有 OK 那如果你要前面一定要空几个字的话 你可以在前面加 比如说 你一定要七个字的话 像这边有个 蓝宽为七 意思就是说 它total就是一定要七个字的宽度 蓝宽 就是要七个字 所以它这个叙述 如果看不懂 它是这意思 那你就是7.2f就可以了 有没有 我们在format里面不是有点2f吗 你要点的前面加个7 那7的话 就意思说 你所有的字数 它就帮你控出七个宽度就对了 如果你只有五个字 它前面会有两个空白 OK 意思是这样子 然后呢 它说蓝与蓝之间一定要空白 就我讲的 其实这次正好考试 其实没有很困难 但是最怕就是说什么 该空白的没空白 那不该空白的你空白了 那它也不算是你正确 OK 这地方 特别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它说什么呢 必须要符合要的 然后 输入四个 这个含有小数点 一到四位的 就是符点数 然后一定要是七个字 然后一定要 印两个方式 一个是什么 先靠右对齐 然后呢 再靠左对齐 然后左右接以直线 直线就这个符号 当成是边界 应该知道意思啦 只是很抽象而已 我的习惯是 有时候先不看上面 我甚至先看这个 意思就是有四个输入 输入四个数字 所以输入四个数字的话 理论上就是 我需要有四个变数去接它 所以接的话一定是用input input input是什么呢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常常会confuse 你一执行奇怪了 什么好像没有讯息 因为我们一般input的 后面会刮虎 会给什么 请输入第一个数字 请输入第二个数字这样的 但是哦 它这边没有要你这样做 所以变成你一执行就直接输入了 它没有 我觉得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的人性化 OK 不过反正题目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就好了 然后呢 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跑出两段 这个是四个数字放过来 先靠右对齐 那每一个资料呢 就七个 所以这边有五个嘛 所以前面应该两个空白 一二 七个 中间一个空白 然后呢 后面的话一样 这边有六个 前面一个空白 然后左右的话 用这个符号 垂直的一个 这个符号 OK 然后呢 这两个 是这两行是靠右对齐 这两个呢 是靠左对齐 OK 其实差别是一个靠左对右 就这样而已啦 其他没有不一样 那首先的话怎么写啊 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 我弄一下 这个是最后 final 如果做完之后 那你要测试的话 这个是已经写好的程式 执行一下 执行完之后的话 各位不要觉得惊讶 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刚刚不是要什么啊 请输入剪刀的时候 不不 因为我们input后面没东西 所以没有 你就直接输入 那输入什么呢 比如说输入这个 所以我就输入在这里 23.12 Enter 第一个值 它就input 放在N1 第二个的话呢 放395.3 第三个呢 输入100.4617 但你打错没关系啦 4617 Enter 然后再来是 564.329 四个啰 所以第一个放N1 N2 N3N4 OK 按Enter 这样就输入结果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程式结果 那要怎么写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以后 如果你看不懂题目的话 其实你可以先看这个 反正就是输入几个 有没有 范例输入嘛 所以我的习惯是 只要是范例输入 那就是输入这四个 意思就是说对应的话 可能会需要四个变数就接 然后输出要长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看 我大概就知道了 反正看输入输出 再去看上面的 大概就知道 八九不离十 OK 那首先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 N1 那接下来我们就必须 先产生四个变数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这边的话 来把它放大一下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要输入资料 那输入用input 没问题 那之前跟各位讲 input后面 这瓜虎里面要放什么字串 但是因为这一题 我是觉得他出题 为什么不干脆 让我们打几个字 感觉会比较熟悉 他就没有 没有你不可能请他改吧 所以他没办法改之后 你改改变 OK 所以有的时候 那再来的话 前面 理论上应该是用什么 我们前面是用int 对不对 int的话是什么 把文字转成整数 可是问题 我输入有小数点 它就去掉了 OK 第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 两个用法 一个你可以用float 有没有 float的话 就是说如果你输入是什么 23.12 它就保留了 OK 那第二种 你会想说 那为什么老师 你这边加一个 那个evil的函数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 如果你将来遇到什么 如果这个地方 因为是有小数点 可是以后如果遇到什么 假设你是输入一个整数的话 比如说你输入的是一个 输入一个是23好了 那经过float的话 它就23.0 就是变成 把你变成一个浮点数 所以其实会很麻烦 那可是你 除非说你要先用type 先去判断说 你进来的数字是哪一种 然后你再去 给那个float还是int 但又很麻烦 那有没有一个函数 我可以两用 如果它输入是整数 那我就帮它转成整数 如果它是浮点 有小数点 我就帮它转成小数点 刚好有 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evil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不确定说 到底输入的是小数点 还是整数 那你就用evil就好了 另外的话 比float 还简单一点 float要拼五个字 evil只有四个字 比较短一点 OK 所以想一想 对 所以有时候打 evil也比较好记 那其实evil 比较像是 叫做e 后面evo 这个是value e-value 很多函数也有 在那个e-sale里面有value函数 有没有 value函数其实也是 转成数字 把文字转成数字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 e-sale里面的value函数 应该有吧 里面做法 我去应该也是类似的 所以这边记得 加个evil 好 然后呢 因为总共会有几个 有四个 所以我就先输入一个n1 然后evil input 再一个n2 然后再一个n3、n4 OK 那这个取这个n 你前面变数不一定叫n 你可以叫abcd 其他都没关系 不然的话感觉好像在考那个日文检定 因为最近刚好我就在准备n4 不为什么 就跟刚刚有提到 刚好每次去日本 我讲 他都听不懂 我想说 倒不如这样 他没办法改 那之后我改了 所以我就想说 我就只好学点日文吧 OK 但学日文真的好花时间哦 我学好久了 但是好像有只进步了一点点 学了多久 学了应该有一年了吧 OK 刚好疫情的关系 去 大概去年 比较比较长去一年 可能去 去日本去五次吧 等于是一有放假 赶快 我又要出去玩 OK 今年一次都没去 感觉 好像 可以期待 不知道什么时候疫情会过去 好 那 但学语言也是一样啦 太花时间 可是我的心态是这样啦 反正我就持续 我就不间断 我就 精神都一样 反正我就是持续 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学得会的 所以 突然间 感觉完全听不懂 然后呢 突然间好像慢慢听懂 大概三四成了 你感觉好像自己有进步了 而且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 sense 比较OK 就感觉自己有在进步当中 所以其实我也在不断学习啦 不是说只有学这些东西 因为学程式哦 真的有时候其实也蛮枯燥乏味的 坦白讲 如果你没有拿一些东西来类比 或者是应用的话 说真的是太无聊的东西了 而且充其一样它是有工具啦 OK 它其实真的里面没有什么 就是工具 会用就OK了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你不会用也不行 就像你 你不会工具哦 真的很浪费时间 道理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变成这个 所以输入四个 这个input是OK的 所以我们已经解决input的问题 再来解决output问题 所以我先解决 输入这两行 所以这个是一个printer 这个是一个printer 然后printer方式的话呢 因为有七个嘛 中间加空白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哦 这边就是哦 关键地方来咯 我们可以这样子哦 我把这先删一下 我们重来好了 OK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哦 第一个哦 一定是先把 format 后面一定是点format 那把format前面的 它的那个什么格式的公式写出来 那我们的公式哦 那你不知道没关系 反正将来考试会有提本 前面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的话怎么打 shub加上那个enter上面这个 那么enter上面那个 苍蝎是正嘛 对哦 OK 这个符号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 加上大瓜糊 里面的话呢 七个字就7.2f OK 7.2f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记得哦 一定要加一个冒号 冒号7.2f 然后呢 空一格 不过这个有时候公式哦 这个一定要记得 这个没办法 这有些东西哦 它是它的规则 那有些是需要记的 但有些的话呢 是固定的哦 然后 再来的话呢 相关的答案呢 我会把它放在那个 云端上面了 所以待会你们可以参考 我待会再跟各位讲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这个已经OK 再来记得空一格 因为它一定中间跟中间一定要空一格 再来就是说把后面东西 所以后面还有一个 把这个复制过来 因为一样嘛 然后后面的话再把这个垂直幅再复制一个 这样子哦 啊等于是两个大瓜糊 所以后面的话 点2f的 那个什么 点format的话呢 就是要放两个变数给它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 我把它放到一样 所以点 后面加一个点format 方便扯呢 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 瓜糊哦 因为前面有两个大瓜糊 所以你就给两个参数 哪两个参数 第一个N1 逗点 第二个N2 这样就OK了 哦 那再来的话呢 N3跟N4怎么办 你就直接把这一行复制 Ctrl C 再来什么 Enter 贴上 Enter 贴上 它怎么 它有时候会 会自动帮我们缩盘 所以你把它移到前面去 贴上 OK哦 然后只要再把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N3 N4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一行 输出是上面两个数字 一行是输出 这个第三跟第四个数字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好不好 它其实是这样的 把这个N1输入到这里 N2输入到这里 然后N3放这里 N4放这里 OK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理论上 我们就是第一行第二行OK了 再来呢 第三跟第四行怎么办 特别注意哦 只差别 跟上面呢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哪里呢 对齐方式 一个是靠左 一个是靠右嘛 那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要靠左或靠右的话 其实在云端上面 我有放解答 你可以 或者是在那个 我们前面有讲过 有这个表格 那我有讲过 如果你现在是要靠右对齐的话 预设值就是靠右对齐 所以不用加任何符号 那如果你要靠左对齐的话 很简单 只要在冒号后面 加上一个小于就可以了 OK 那如果说你要 自中对齐的话呢 就加上一个 向上的那个符号 这样就自中对齐了 OK 所以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靠右 靠左对齐的话 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刚刚这两行程式怎么样 把它Ctrl C 然后呢 Ctrl V贴上就可以了 不过它这个很麻烦 是它一定会帮我们缩牌 所以贴上 OK 然后呢 你只要在哪里呢 记得在冒号的后面 加上一个小于符号就可以了 这个 这个其实蛮好 小于符号蛮好记号 这刚好是 有点像有个箭头嘛 箭头向左的意思 有没有 OK 所以箭头向左 意思就是说 我们让它靠左对齐 好 这样输入完毕之后 程式就写完了 那再来就是去run 验证一下 是不是符合我们要的 所以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来输入 刚刚它要我们输入的这些数字 包含就是把它run一下 知情 不过它这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你run完之后 它有个语法错误 对对对 format的括号 所以打完之后 因为format有括号 常常都忘记说printer也有后括号 所以后括号漏掉了 它就跳一个语法错误 OK 好这样的话理论上应该就大功告成的 其他应该没问题了 把它执行一下 那就分别怎么样 把那个刚刚的这几个数字 再输入 包含就是什么 23.12 395.3100.4617564.329 Enter 四个了 所以一个一个放到变数里面 Enter 看一下结果不OK 好你会发现 看一下结果 如果结果你比对一下 假如说你这个输出的结果 跟这个你将来考试这个试卷上面的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话 两边可以比对一下 将来如果考试 它会给你一个试卷 如果你两边一比对 空白也对 然后位置都对的话 那就OK了 你就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 它有一个云端系统 你就把它上传到云端系统 然后就马上评分 评分如果亮绿灯 诶 这一题就得分了 你也可以做下一题的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一题可能比较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第一个 Input 里面没有放任何讯息 所以你输入的时候 常常同学会一直怀疑 诶 到底要输入 其实马上可以输软 你不要怀疑 那第二个是说呢 这个地方 就是要用那个Evo函数来转换 再来的话就是记得 那个Format 记得是靠左对齐的话 是像一个小鱼符号 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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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